那時不知道他甚麼事 不斷拗痕 一直看醫生都看不好 我的心情很差 我真的想求神拜佛 迷信這件事 我寧願受的是我自己 今年十歲的卓賢 兩年線突然雙腳生滿粒粒 恆養不止 我去了海隆風院 一回到他後發現 已經起了很多粒粒 然後很癢 我以為他碰到甚麼 敏感、骯髒 快點滴他去洗澡 洗澡後 他仍然很癢 不斷拗 第二天 陳太太卓然看家庭醫生 醫生說皮膚敏感 開了抗敏藥和藥膏 但情況未有好轉 一開始起了腳 然後他蔓延到手 癢到不能癢 因為不癢 他身不舒服 因為他的癢 令我專心不到聽老師說話 我也不想讓別人知道 他們肯定會在這裡問來問去 我又回去看 醫生也不知道他接觸過甚麼 轉介了我去看他介紹的皮膚專科 他也是開了一個月的抗敏感藥 給出營 以及給他塗製 但吃完整個月 為何還是這樣 很氣餒 為何看著醫生也醫不好 我自己又上網找資料 又再回去看皮膚專科 但我覺得皮膚專科 已經不知道他是甚麼事 只是除了開抗敏感藥給他吃之外 好像也幫不到他甚麼 我自己又想知道他接觸了甚麼敏感 我又去做一個全面的敏感測試 幫他看 但他報告出來他很健康 他沒有特別的甚麼敏感 唯有一直都是吃著抗敏感藥 指著他的癢 有時候有些致敏 在家裡 即是冷氣機 即是那些塵滿 我真的反轉房子去打掃 每一個角落 床拉開 衣櫃拉開 去吸塵 漂白水 滴爐 總之成交都不斷抹 每天去洗廁所 衣服都用滴露去洗 之後又用乾衣功能去烤 床單皮鋪 我簡直是想三天換一次 然後又想要不要買防塵滿的用具 總之做到人都瘋了 當時不知道他甚麼事 不斷勾痕 一直看醫生都看不好 我的心情就很差 我真的想去求神拜佛 去迷信這件事 已經是連心經那些 情緒低落到這樣 自己坐在想 在哭 我心想要不要去看精神科醫生 我寧願受的是我自己 也不想他這樣 病在疑伸 痛在良心 不明的皮膚問題 令卓妍和陳太身心受盡困擾 直至一次親友聚會 為他們帶來轉機 有一陣子去結表姐家吃飯 表姐長期有濕疹 原來她看了中醫 我說好了很多 我又想試試看中醫 找了陳醫 醫生說這些是濕疹 但我說她沒有流水 又拗爛了 濕疹都分很多 這隻是屬於乾性的濕疹 如果不幫她調理好 日後她會有牛皮癬 所以我很緊張 她的皮膚會變成牛皮癬 跟進卓妍個案的註冊中醫師陳通說 濕疹和牛皮癬 都是與免疫系統有關 濕疹本身 並不會轉變為牛皮癬 但是以卓妍的情況 由於她的濕疹 是免疫系統藥導致禍敏 皮膚更加敏感 同時患有兩種皮膚問題的風險 亦都較高 如果她的個案 免疫細胞進一步下降 這堆東西會更加容易 在肌表裡爆發出來 我們很難去判斷 到底一個濕疹的牛皮癬 因為有機會兩塊混合在一起 濕疹是一個炎症性的皮膚病 其實最主要的特點是皮膚可癢 但她亦都有不同的症狀 像小朋友是一個乾性 即是皮膚很乾 但亦都有一些人是出水 水可能是清的 可能是稠的 可能是黃的 亦都有人可能是出血的 一般來說西醫角度 吉成對應中醫叫做失業韻膚 亚吉成在中醫角度叫做皮開濕性 另一個我們叫做慢性 對應中醫的叫做血開瘋槽 其實生者都有些 但最重要是一個血開瘋槽 它亦都有皮開濕性 亦都有濕熱韻膚 但它的位置不一樣 血開瘋槽是因為它的底子 它本身我們叫做血氣不夠 身體內的皮膚濕性很重 其實很多香港人都濕的 怎樣可以令到濕變了濕疹呢 最主要是因為你的免疫出了問題 本身這些毒素 在身體內可能只是積作局部的範圍 它不會向肌表內放射 如果那些濕不排出去的話 身體內的水沒有辦法去到肌表 它營養不到肌表內的組織細胞 所以皮膚很乾 所以我們叫做乾性的濕疹 就不是我們平時所見到的皮膚出血 或者我們叫做滲水 不是這一隻 它看我當時是八歲半夜 初幾個月它看了西醫 西醫跟它用了一些退敏藥 亦都塗了一些膏 幸好膏是沒有濕固醇的 因為中醫的毒 濕固醇幫你按下去 其實它沒有幫你真正去處理 你本身體內有多少 我記得小時候 即是冬天游泳 那隻腳就會紅和痕 我以前以為水太熱 它一上水後 洗完澡就沒事了 直到它現在發了濕疹 我才知道原來它之前 可能已經有些精兆 其實我自己沒有留意到 食中藥期間它要戒口 怕它營養不均衡 所以陳醫叫我買營養補充粉給它吃 吃益生菌 讓它們的便便有暢通點 可以排毒出來 帶些生冷東西 煎炸東西 還有太涼的東西 原來它是不能吃的 它本身皮膚很乾 皮膚乾我們一般情況要跟它潤敷 但如果我們這樣潤敷 就會有個衝突 因為潤敷的藥相對比較涼 而它本身腸胃裏很寒 已經很寒了 還加些涼的東西 腸胃會受不了的 由於腸胃本身很濕 所以那些東西消化得不好 分解得不好 就會變成了一些倒數 積在身體內 所以我們是去看看那個個案 而不是說 全部人都把冷東西都把煎炸熱器都戒掉 這樣便可以了 不是這樣 還有有些人是解得太清 直接不吃 肉還肉都不吃 只是吃菜 可能那些菜只是十熟 用水煮 營養物質不夠時 抵抗力反而是掉下去的 出現那個情況 它初來其實偏肥 它吃了差不多兩個月的藥 它便瘦了很多 當時媽媽都有點緊張 這樣吃法會不會營養不良 偏瘦 通常我們看到小朋友營養不良 是因為腸胃消化得不好 吸收得不好 因為戒口而令到營養不良 把脈應該脈像是弱的 但我摸脈像是ok的 精神是ok的 所以簡單地說 瘦是因為它把毒全部排出 而不是因為營養不良 而令它瘦了下來 吃了多久中藥之後 開始沒有那麼癢 可以不像以前那樣瘋狂拗 一個月 它真的很快就沒事了 然後一直保持沉衣 一直幫它調理體質 其實快一定要靠配合 大家一定要配合 膝疹的藥 一向是偏苦一點 媽媽跟我說 我試過很多洗衣 不行了 你用苦一點 如果效果ok的話 我也跟媽媽說 我不會用的 因為萬一真的吃不到那些 很麻煩的 我先用著三分二 但我提前告訴你 一定是很苦的 這張廚房 等它覆塵的時候 咦 它竟然沒事 它真的吃得苦的 其次戒口方面 它真的戒得很好 半年左右的時間 整個治療期半年 它真的沒有吃 這個其實要感謝媽媽 因為很多小朋友的食物 或者零食是來自家長的 我經常跟小朋友說 先苦後甜 苦只不過是苦一段時間 可能是幾個月左右的時間 但你康復之後 那些不能吃的東西 你逐點逐點加上去 那你就可以吃了 最後的關鍵是什麼呢 你的蜜象一定要有力 免疫力一定要強 免疫力有關的話 平時可以煮湯水 有時候湯水坊間是很多的 即網上你隨便打幾個字 你已經看到很多的了 但合不合你的陣形呢 合不合你的皮損狀態呢 這是一定要問的意思 如果你在濕氣很重那些 你可以加些少池實 你可以加些腹齡 草果、淮山 少許檔心 替它補一補氣 調一調氣 又或者它本身是濕熱好境的 可能我們加些少綠豆 殷塵 其次 爸爸媽媽有時候 要鼓勵小朋友 要一個良好的信心 因為你肯踏出第一步去治療的濕疹 其實已經好了一半 你加上吃苦茶 加上戒口 你康復的概率是非常之高的 根治了濕疹問題 卓妍和陳太都放下心頭大石 最開心 不用整天拗 總要可以專門上課堂 你有沒有那麼好學啊 我就不想踢爆你 你和大家說一下你考全級第幾 哪次 最好過一次 全好過一次 最好過一次 什麼年級 任何年級 有史以來 歷史紀錄 最高選過第一